创意比赛尽在运通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局势新指标 我是黄子东 今天是3月14号礼拜二 那今天的日子叫做白色情人节 看来今天我们的台股 并没有给我们什么好礼物了 今天中场还是以下跌200点做收 而且你看一下 昨天的下影线几乎快要破了 所以就正常的分析 大概这个礼拜大部分的投资人 应该还是会被矽股事件给影响 那会逼得你想要去卖一些股票 不过这两天我在节目上面 其实有讲 刚好碰到今天 我们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 第一个 来这个礼拜大家关注矽股银行 会不会联动到其中几间银行 那我们就来看一件事情 反倒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是不是有跟你讲过 这两个礼拜我说 如果你的持股跟我们一样 是持有网通 是持有绿能相关概念股 那你倒不用太紧张 结果昨天晚上美国出来一件事情 第一个因为 矽股银行是一间加州的地方银行 那加州是一个太阳能面板生产的大洲 大部分加州的屋顶都有装屋顶型太阳能面板 所以我们就来看 昨天是不是出了一个这个消息 就是说全美的社区太阳能 有超过60%的融资 都涉及矽股银行 那所以这件事情造成什么影响 有1550项 比如说像是太阳能 风电 甚至轻能的一些合作案 那可能暂时计划 都会有一些些搁浅 不会没有 只是进度会稍微延迟一点 那这一个事件 小心哦来第一个 所以就造成昨天晚上 美国的太阳能相关个股下跌 这件事情很容易推敲 但是我记得我有在节目上跟投资人讲过 我说这几年拜登当选 很多人就会说 我们台湾的绿能叫做拜登概念股 我曾经这两年 我在节目上面讲过无数次 我说这个推论是大错特错 基本上我没有听过拜登某一次讲话说 我们要补助台湾的太阳能面板 从来没听过 他补助的是美国本土的太阳能面板 所以以供给需求原理来看 其实我们跟美国的太阳能面板厂 是竞争关系哦 我们跟他们不是合作关系 是竞争关系哦 如果美国大部分的人 都是用本土的太阳能面板 试问我们台湾还可以切入相关的商机吗 是不行的 那昨天发生这件事情 美国的太阳能面板下跌了 所以反推回来 我们是竞争关系嘛 他们跌 我们应该就怎么样 今天台股下跌200点 那你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太极今天无缘无故 快要打到涨停板 上涨8.95% 4934的太极 除了是当股票之外 6244的茂迪 今天表现也不错嘛 一波冲高 后面一个压回 今天也试图冲高 但是哦 在这个地方我先跟投资人讲 如果今天你说 你要去布局太阳能 那我可能认为 做做短线 你不能以波段股 或者是长线来看 为什么 因为第一个我们回推最原始的 第一个如果今天矽谷事件 是一个长期效应的话 那可能相关的一些储存 相关的一些绿能案 基本上就会被搁浅 但是今天哦 所以我们必须要先分析一件事情 我认为今天矽谷银行的事件 不会像2008年这么严重 那理由其实昨天我们就讲了嘛 我说第一个大家经历了08年金融海啸 其实也有经验了 第一件事情是 我们的风险意识其实有没有 其实散户也有了 这两天你是不是拼命卖股票 所以这两天是散户把股票卖下去的 不是大户 来我们回过头来看 第一个 我说那不然我们就来比较一下 2008年和现在 我们的怎么样 存款准备金 差距是多少 现在目前为止 我们联邦 美国联邦的存款准备金 在三兆美元 那2008年金融海啸的时候 只有8000亿美元 所以不是差个40%而已 是差了四倍 当初为什么08年不救 因为联邦政府想救也救不了 这是第一件事情 因为当初的存款准备金 只有8000亿美元 现在到今天我们的联邦的存款准备金 美国的是有8兆美元 所以这一次 为什么拜登很快的开始出来讲 我们要救这件事情 好第一件事情我们先讲 先看存款准备金 第二个是联邦存款保险公司 也出来讲话 说这个部分基本上 因为它有一个 就好像我们的中央存保的概念 300万以下这个是赔的嘛 那矽谷银行是25万美元 这是美国的 他们的法规政策 那但是现在出来讲话 美国的联邦存款保险公司 说25万元以上的存户 基本上占了九成全赔 那这件事情 其实我们也稍微科普一下 因为有一些台湾的投资人 其实这个时候 我们台湾的民众 突然想到感同身受嘛 突然想如果哪一天 我们台湾的银行倒了 那我们的房贷 其实事不事上 我们就不用还了 这件事情稍微法规上科普一下 其实不是这样子的 是基本上保险公司 会承接这个部分 那它除了承接义务之外 也会承接它的权利嘛 所以你抵押的部分 基本上不会直接突销了 而是误权 因为抵押权是一个误权的部分嘛 所以误权也会同步怎么样 也会转给这些保险公司 所以不用想说什么房贷不用还这件事情 没有这么好康的事情 那所以当然 有责任就会有义务了 所以基本上我们台湾 即使遇到这样的状况 你的存款应该还是可以拿得回来 保险公司这个地方会去想办法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总体科普一下 你说它是不是一个中长线的影响 这个礼拜大部分的散户 我们单指散户一定是悲观 所以可能会乱卖一些股票 那尤其是电子股 基本上包含银行股 这一段因为大家会累推 说那我们的台湾的银行股 是不是也会遇到相同的问题 所以这段期间 其实全支股会跌 那我们代会员这段期间 我们是没有布局全支股的 没有去布局什么银行股 所以会员跟投资人 这个地方你放心 那加上来 我们是要讲这件事情 所以矽谷银行整体而言 我认为它不会像2008年这么严重 影响也不会是长线的 所以回过头来来 所以太阳能相关概念股 你说我有听子东老师讲这段期间 绿能 尤其是我们台湾的相关的上市归公司 基本上和这些系统性的风险 没有什么联动 但是这个地方我提醒 如果你今天想说 我做个当冲做个短线 你买太极 我恭喜你 你今天赚到 但是它不能爆波段 原因回推马一开始我们讲的 原因是因为 反而是我认为这一次的矽谷事件 它不会成为中长线的 它的中长线影响力道没有这么大 所以相反的 今天你如果是做这几个族群的话 太阳能面板的话 我认为有赚到价差 基本上你是见好就收了 相反的 我在节目上面跟你讲的绿能 不是这些股票 不是太极 不是贸敌 相反的 我是跟你讲 所以怎么样 真正像我们2023年 真正会去受惠的绿能产业 其实大概是在电动车 或者是充电桩 现在缺电 尤其是美国现在连要发展绿能 感觉又出来一个矽谷事件 原本要推的一些方案 原本要推的一些计划 是不是搁浅 后面是不是会更缺电 这个只是一个意外的事件 它影响不了原本这个产业 中长线的发展 你还记不记得这段期间 我在跟投资人讨论 讨论这件事情 我说基本上 我们台湾要推什么政策 你先看一下日本怎么推 我们台湾大概就是跟在日本后面 那谁跟在我们后面 大概就是中国跟在我们后面 制度大概是一个这样 所以你去看日本现在做什么产业 我们台湾未来会跟进 台湾未来会做什么产业 后面中国会跟进 好像跟经典赛的比分很像 日本最强 然后再来是台湾 最后是中国 好这个部分我们幽默一下 苦中作乐一下 我们先来讲日本 所以这段期间我跟你讲 我说日本目前为止 现在大力在推 家庭式的住宅安装的充电桩 那这一个部分 其实我说我们台湾 其实也有 只是我们台湾早期的 这几年基本上 我们的补助是先补助电动车 年年都有 而且今年还特别高 所以造成一个事件 钱都拨在电动车 因为要涨电价 钱都拨给什么 都拨给台电 充电桩相关 都没有拿到钱 去年大家在抱怨的是什么 不是说没有电动车 不是拿不到货 现在电动车 不像两年之前 两年一等要等半年 现在是政府的基础建设 充电桩的建制 太慢了 问题点在这个地方 明年我们台湾要选举 所以我认为 今年基本上 你可以看一些 节能相关概念股的下游 对不对 你先看一下日本 他们怎么做 去年他们也是一样 说强制去安装 屋顶型的太阳能面板 2025年才上路了 但是人家是强制 我们台湾目前为止 稍微温吞 我们是鼓励 法规上有一点不一样了 这个部分讲远了 所以今天我要跟你讲的个股 说如果你遇到这样的行情 今天下跌200点 什么股票 可以带你安身立命 因为你说 我把股票卖了 换现金 好像也不能放银行 银行可能会倒 也不能买股票 放现金最安全 No 放现金不安全 为什么 因为你会承受通货膨胀的苦果 你也知道 今天有新闻 准备要涨水 涨电 你的钱慢慢的 就会怎么样 被吞食 怎么办 来 我带你挑一些股票 今天下跌200点 我跟你讲的 不是太阳能面板 我们要先讲清楚这件事情 我讲的是充电桩相干概念股 2457的飞红 来 当初这档股票 我们也没有打算报长线 2457的飞红 3月6号买48.6 看清楚价格48.6 好 赚一个喷出 2457的飞红 来我们看一下 今天太阳能面板会涨 是大家可能会看到 因为新闻 但是那个顶多是热络个一天两天 2457的飞红 今天没消没洗的 今天大盘一开始就一开始就先坠嘛 这档股票怎么不一样 10点过后怎么有一波狂拉 刚刚我的节目讲 今天大部分的散户会去做什么 你卖股票都还来不及了 请问今天这档股票是你拉的吗 不是嘛 谁拉的 主力拉的 主力为什么要做这个动作 第一个 前段期间我们有跟投资人讲 第一个 比如说充电桩 因为现在是全球政府 都在大力鼓吹的产业 第二个 2457的飞红 以前原本是做电动车 脚踏车电池 不是电动车 是电动脚踏车的电池 要注意 2457的飞红 那遇到这个事件 第一个背后的主力想什么 这个地方它有没有获利了结 其实没有甚至在这个地方 它不断加码它的持股张数 2457的飞红 所以今天的股价也有一点主力在自救的味道 今天拉高 那主力一买可能必须要拉个百来张 要拉个千张 你呢 三张五张 你如果强短在这个地方 今天11点12点你看到盘式继续下跌 如果你有风险意识想卖 有没有价差让你赚 今天58.4嘛 好来 所以呢 这档股票 来 48.6 价格在这个地方 今天58.4 中间如果你要做多的话 有没有价差可以赚 是有的 但是我们还是提醒一下 今天2457飞红 今天它创高 相信忠实的粉丝观众 应该是很清楚我们的操作原理 基本上我们不是追价型的那一种操盘手 我们是等绝佳买点的那一种操盘手 所以今天既然跟你讲到充电桩 今天我们不推荐飞红这档股票 来第一档 2497的一粒店 这两天是稍微修正了一点 不过多方结构基本上还没有被破坏 来看一下2497 还不错了 基本上如果以中长线来看 是一个多方格局结构也还没有改变 这两天尤其是昨天 昨天下跌昨天是收红的 今天是收平盘的 一根十字线没什么动 但是我们操作是这样子 既然我们看好我们分析的产业 我们就一路跟投资人追踪 不会没头没尾 前几天才跟你讲说什么 旅游概念股台股正好 发了一个事件 莫名其妙突然手中的多单 他自己说全部没有了 全部出清了 你有没有发现很多分析师都在玩这一套 前几天跟你讲 行情长线看好 看大盘的时候跟你讲说什么 你看我跟你分析什么产业很好 什么产业很好 对不对 什么军工概念股 什么旅游概念股 台湾大力补助的产业 怎么奇怪 过两天突然这个产业 他都说我们没有了没有了 而且全部变成莫名其妙变成空单 你要听那种分析吗 有意义吗 没有嘛 好来今天虽然没涨 但是我们就中长线跟你分析 因为第一个 一粒店基本上它的营收占比 有40%是来自于亚洲的日本 你看它过去两年的营收 是连续27个月正成长 基本上目前为止这档股票 还算是相对的稳健 那2497的一粒店 我们在节目上其实讲过蛮多次的 来我们今天要跟你讲的是 另外一档股票 充电桩来这一档股票 6282的康书 这段期间基本上仍然是走一个多方格局 前两天有修正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 它跟大盘基本上没有什么联动 这两天跌嘛 你也有没有发现6282的康书 这两天居然是收红的 那你看到这两根收红 你可能会在想 不对啊老师 那它为什么3月10号是跌的 为什么3月9号也是跌的 老师请问这一段的修正是为什么 第一个如果以中长线来看 我们从去年跟投资人讲绿能 那到新春的时候我们有讲 我说2023年 我们会把绿能的资金移动到从上游 原本是太阳能面板或除能相关概念股 转到电动车 转到充电桩相关概念股 离消费者比较近嘛 过年是不是就传出这个消息 康书买下美国的一间公司ABB 那6282的康书 刚刚我们讲 投资人可能会在问 老师3月9号的时候 3月10号的时候 大盘好像没有什么问题 请问它跌什么 来 这个部分我们就告诉投资人它跌什么 是因为这个新闻消息 因为汇损的影响 康书去年的第四季 因为第四季美元是亏的嘛 康书的在美国的营收占比 大约是占五分之一 大约是占20% 所以汇对会不会造成影响 会 来 所以去年的第四季亏 但是全年还是 美股还是有赚1.23 今年肯定不一样 因为他们慢慢把营收的部分 转到电动车充电桩这个部分 你可能会说 可是老师 好 那这个部分是利空吧 会损的影响 你还记不记得 来 我们在节目上有讲过这件事情吗 我说你稍微看一下美元 来 美元的中长线来看 去年的第四季是不是贬值的 没有错 它是贬值的 但是来 今年的2月跟3月 你看一下美元指数 请问它是升值还是贬值 这两个月美元是升值的 所以呢 如果你等到4月的时候 你回过头来去看 2月跟3月 在汇对的这个部分 其实会造成一些收益 所以反过来 你在3月4月财报上面 才看得到的东西 但是现在3月 你是不是就要预先 在低档去做一个买进的动作 有修正 而且看到一个利空 这个利空明明影响的只是短线 甚至后面还会全部补回来 这个地方造成股价有修正 你要在这个地方 你要看成机会点 还是你要错失这个机会 其实这个观念 你还记不记得 一个月之前 我们是不是在节目上面 跟投资人讲过 时间点没有很久远 2月22号 有兴趣的投资人 自己去看那天的节目 那一天 我们是不是花半集的节目时间 在跟你讲 3558省准这一档股票 当时我们是这样子讲的 3558的省准 来导播这个地方放大 2月22号 也出现说汇率的因素拖累 那说省准这个地方 它的获利大减三成 出来这个新闻之后 2月22号 省准这档股票 是不是打了一根跌停板 但是我们怎么规划 就认为还差了一段 为什么这一段 后面会补期 原因是 这只是一个短期的因素 2月22 当初价格在291 那你买在291 2月22号那天 后面是不是如我们所规划 这档股票持有两周 你的获利就达到24% 为什么 一样的道理 汇率的因素是短线还是长线 然后顺便搭配一下现在美元的走势 人家的营收人家的获利 3月4月之后会不会还给人家 其实是会的 所以上一次我们这样子去操作3558省准 这一档股票相对的 今天康书也是同样的原理 所以今天在节目上面 我们怎么样分析 为什么会这个点位 为什么它叫做绝佳点位 每一步都必须要到位 而不是看说 你看今天大盘跌200点 所以这个地方你要空 现在空说实在话 现在几月 3月 接下来你会碰到强制回补期 不是不能空 而是很难空 所以我们这样的做法 基本上投资人 你也知道 接下来要涨水 涨电价 如果你不想被通货膨胀 侵蚀你的获利怎么办 我认为我们这样的操作方式 比较能够帮到投资人 中间广告休息时间 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直接拨通电话 我们先进广告 27810909 27810909 运达投顾真心照顾 运达投顾 成立于民国84年 是一家政府立案 合法运作的投资顾问公司 拥有证券及期货双执照 更是国内少数老字号的 投顾公司之一 投顾业是一门良心的事业 面对的是高获利 与高风险的投资 我们不造神更不沉默 专业 智慧 经验 负责 用最严谨的态度 最严格的标准 来决定股票买卖 带领会员稳健的获利 更是我们唯一的宗旨 运达投顾 真心照顾 02-2781-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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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达投顾 真心照顾 爸爸 为什么到路口要停车啊 因为我们是知道啊 我懂了 对方是干道 不管执行或转弯 都拥有优先通行权 没错 只要设有停让标志 标线或闪光红灯的 就是知道 应让干道车先行 要是没有那些标志标线 或者号制呢 那就进入路口时 少线车道让多线车道先行 车道数相同 转弯车让执行车先行 两边都执行 左方车让右方车就对了 好 欢迎回到节目的现场 那刚刚节目的上半段 最后来 绿能讲完 我们来讲一下 网通相关概念股 是不是就像我节目一开始讲的 我说这两个族群 基本上和大盘的联动 比较没有这么高 但是刚刚节目的上半段 我们讲到神准嘛 是不是现在叫你去买神准 不是嘛 3月7号过后 基本上3558的神准 因为我们也先获利了结一趟嘛 相反的 我说那我们就挑一些 低档开始发动的个股 那你还记不记得 有一档股票 来 今天表现得也还不错啦 当初我们实在跟你讲 我说神准这档股票 基本上算是进阶操盘手 会去做的股票了 但是呢 有些投资人 风险意识有嘛 很好 那我们就挑一些支优生嘛 当初2月6号的时候 我说网通嘛 也是神准这样的模式 相关的概念股 我说它是最佳支优生 一样嘛 北美的营收占比5成 即使有汇兑因素的影响 今年呢 今年反而是会有汇兑的收益 当初后来这档股票 我们后来也先排了嘛 是5388的中壘 没有错 对一下现行 2月6号 对一下现行 如果你跟着我们的脚步操作 你会买在81块钱 后面 这档股票因为它是支优生 所以长得也没有这么凶猛 3月7号的时候在90点3 我们来看一下它今天的线图 来 5388的中壘 你有沒有发现 我们挑的股票 好像都有某一种特性 某一种魔力式的 这两天大盘下跌 你有没有发现 5388的中壘 这两天它都是收红K 准备创新高 为什么 原因在哪里 你看完我今天的节目 你应该知道为什么 它这两天会逆势收红 原因你都晓得 你就是插这一步 跟着我们的脚步做 那这一波获利 基本上也就是你的 所以来这段期间 我们说矽谷事件 目前为止谁最担心 其实应该是拜登 目前为止很头痛 拜登很担心 就那么一千零一招 啥钱 所以美国这几年 基本上他们的基础建设 在网通的部分 也是大力的做升级 我们台湾相关的厂商 基本上5G以上的世代 网通AI相关概念股 后面就会有所收获 那这档股票 来 节目时间不太够 有兴趣的 欢迎跟上我们的脚步 有一档股票 目前为止 我认为也还不错 本益比只有2.5倍 EXX2 有兴趣的投资人 欢迎跟上我们的脚步 节目时间就到这个地方 投资人操作顺利 我们下集见 本服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偷喝 偷喝啤酒 偷偷记过 就是绿茶 误会咯 误会啊 那我塑胶吗 明明就是啤酒 还要酒味 不信你喝喝看啊 是啤酒哦 还是绿茶 好好喝 请你来见证 碧牙绿茶 运达投顾 真心照顾 运达投顾 成立于民国八十四年 是一家政府立案 合法运作的投资顾问公司 拥有证券及期货双执照 更是国内少数老字号的 投顾公司之一 投顾业是一门良心的事业 面对的是高获利 与高风险的投资 我们不造神 更不沉默 专业 智慧 经验 负责 用最严谨的态度 最严格的标准 来决定股票买卖 带领会员稳健的获利 更是我们唯一的宗旨 运达投顾 真心照顾 02-2781-0909 2781-0909